各位好,我是Gay桑,欢迎来到今天这期人体练习打卡视频 废话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就是我把我平时练习的一些干货技巧总结出了这个视频 并且短短的几分钟的这个视频可以让你们跟着一起练 还在为你指挥画大头苦恼吗? 还在为你在画人体动作的时候指挥几个固定姿势而难中羞涩吗? 相信我如果你为刚才上面的那些问题而苦恼的话,跟着这个视频练一个月 我保证你对人体的画功更上一层楼啊,好了,准备好起飞了吗? 我忘了说了,如果你是手绘的话,橡皮擦扔掉,如果你是板绘的话,意见抠掉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完全不需要任何擦除工具,橡皮擦,OK? OK,然后我们就来聊一聊大部分人都会犯的一个错误 比如你拿出一支笔说,我要开始画画了 咱们先画一个头,画上十字线,头发的草稿画一下,拉下来,然后画上眼睛 哎呦,这个草稿画得还不错,再给它细画一下 哎呀,我喜欢眼镜娘,先给它画个眼镜吧 OK,这个草稿画完了,总算要开始画身体了 哎,这个身体要怎么画,啊,算了,直接放大画一个大头吧 是不是这个样子,新建一张画布,而死抠了半天头之后发现身子画不下去了 于是就干脆开始画大头了,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你有没有想过造成这个样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啊,是你画功太差了吗?是你对人体理解不够透彻吗? 漫画,动画,电影,平时没少看吗? 那些东西多多少少有印在你的脑子里面吧 问题的关键就是怎么把你脑子里的东西准确地表达在这张画布上 想快速提高你的人体结构,把你脑海中的那些结构画对画正确化的纸上 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画得快 今天欢迎来到第一步啊,现在各位已经可以开始提起笔跟我一起开始画了 总而言之在你的这一张新的空白的画布的左上角 写上你今天想练习的人体动态的名称 比如说你想练坐姿,那你就写一个坐 OK,那我比如说我这边写了一个跑 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练跑 首先只要画一条横线,然后就开始画火柴人从一个静止的状态 到你左上角写的那个姿势 比如说我这边一个跑 它中间所进行的一个运动轨迹 你用火柴人给它表达出来 这一步所做的就是让各位用最快最简单的笔记 来了解自己想练的这么一个动态 从无到有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从中你的大脑潜意识是会去感受这个从A到B的一些结构啊 重心的变换 然后你也可以多画几组这种火柴人的运动轨迹去感受一下你要画的动态 那人体从无到有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大概的变化 OK,欢迎来到下一步 现在我希望大家在脑子里面设立一个概念 就是十秒钟你就能画出一张人体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满脸问号 十秒钟,十秒钟怎么可能画出一个人体 十秒钟画一个火柴人都不搞 但是现在,你就是十秒钟画出一个人体 我先给各位示范一个啊,开始 OK,没错,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潦草 但是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十秒钟一个这个样子的人体 你可能一开始跟不上,十秒钟只能画一半 或者说十秒钟你可能只能画一个头一个身子 但是不要紧 十秒钟之后直接把你画的这一半直接丢弃到一边 直接开始练习下一张人体 下一张人体一定要比上一张人体更加快 直到你能够十秒钟画出一张人体为止 这并且要做到每个人体的角度啊,动视都是不相同的 把你脑子里对这个动作的所有印象全部榨干出来 它的节点在哪里,它的那个发力点在哪里 全部像出来 十秒一个人体可以强迫你的脑子 不再从一个局部死扣一张脸 而是从整体去入手画你的动态 OK,画完了吗?没有画完了 可以再等你一下 总而言之现在你的纸上是不是已经多了很多人体 这些人体的数量可能比你平时花几个小时得出来的东西还要多 但是你今天只花了几分钟 OK,请继续这个样子练两到三张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步 OK,欢迎来到下一步 现在你已经对你所练习的这个人体稍微有那么一点印象了对不对 OK,最后一次在你的这个纸上用十秒钟画出一个跟刚才一样的人体 最难的部分要来了 我们现在要想象一下如果是这么一个动态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摄像机360度围着它转的话 你到底能把它画成什么样呢? 请在你的纸上表达出来 我现在知道有的小伙伴就已经有点懵逼了 你让我随便画挑一些自己喜欢的角度画 我还能十秒钟给你整出一个来 现在让我定点画一个姿势的360度 我靠 是不是真的有点难?确实这是最难的一步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你从第一步的火柴人简单不确定让你感受这个动作到第二步 十秒钟随便快速的画一堆人体 去加深你对这个动作节点平衡的一些理解 现在就是把这个记忆加深明确的时候 十秒钟一个画个360度 OK,如果你已经完成了 恭喜你完成了今天的打卡 你的脑海里多了一个动态结构的理解 如果你能每天过来这个地方练习打卡人体的话 相信我一个月后不光是十秒 五秒你都能画出一个正确的人体动态 这就是我压箱底真的是已经是压箱底的针对人体快速训练的办法了 我觉得真的已经没有比这个更快速成的办法了 这就是速成的办法 大部分人都会通过自己的舒适圈来确定自己训练的方式 我一晚上画一张图也叫练人体 我一晚上十秒钟画一个人体 十分钟我能画60张 这也叫练人体 所以我自己在练的时候 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怎么样把效率给拉上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推荐大家使用橡皮擦 然后把意见抠掉的原因 你不需要橡皮擦画错了就直接再起一张 橡皮擦只会拖慢你练习的速度 OK那么这期视频的话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我希望各位也能明天回来这个地方打卡 一个月后看看自己的人体到底进步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步 如果当时真的进步了 记得回来这里还愿 如果你没有进步 那是你自己偷懒了 好吧 那么这期的话就先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喜欢的话 长按赞一切三连 那我们就下期游戏视频 或者生活视频再见 拜拜